第八百五十一章 圈套 石木将两名天庭圣街击退后棍法一转 朝着别的战团方向席卷去 目光却朝着城中诸人望去 下一刻 他脸色稍松 城中诸人中他发现了钟秀 此刻正安然无恙 顿时让他松了口气 不过紧接着 他脸上又闪过一丝惊讶 钟秀此刻正在和两名天庭圣街击斗不止 说起来 这还是他与钟秀分别后 首次看到其出手与人交锋 钟秀的实力赫然已经达到了圣街巅峰 挥手之间身姿柔美 一道道金色火焰从身上飞射而出 赫然正是玄珍惊艳 他以一敌二 丝毫不落下风 石木心中一松 凝神在了战斗上 其双目金光闪动 手中如一冰铁棍光芒大放 通天十八棍挥洒而出 发挥出绝强的战力 几乎没有圣街能在其手中坚持两招 不过这场战斗的关键显然不在石木这等圣街存在 而是半空中厮杀震撼的神经大能呢 半空之中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绵延不绝 十几团光芒激烈碰撞 虚空不时被撕裂开来 浮现出一道道空间裂缝 整片虚空都仿佛要坍塌了一般 双方神经大能数量相当 一时半会 竟呈现出势均力敌的态势 半空正中央处 一百亿红两道光芒彼此交织在一起 激烈碰撞 将半边天空印成红白两色 正是金凤婆婆和那敖风神将二人 哼 敖风漠然一声大喝 手臂白光大放 一拳轰出 三十六道白萌萌的巨大拳影错弱有致的浮现出 每一道拳影拳镜都各不相同 有刚有柔 变化万千 给人一种眼花缭乱 且无法抵御的感觉 哼 没想到你竟将三十六天当拳法 修至此等境界 着实难得 金凤婆婆轻蔑冷哼一声 身上红光大放 无数赤色火焰飞出 在她身周凝聚成一个四五丈大小的圆形火海 三十六道拳影打在火海中 仿佛泥牛入海 瞬间没入其中 消失不见 这 这是领域 敖风脸色大变 看着金凤婆婆伸周的火海 亥然道 算你还有些见识 受死吧 金凤婆婆得意一笑 身体飞射而出 几乎瞬间跨过数十丈距离 出现在敖风身旁 火海领域朝着敖风笼罩而下 敖风见此 连忙挥手一招 那条蓝色冰龙一下甩开金色火缝 飞射而来 盘绕着挡在她的身前 给我报 敖风眼中闪过一丝凝色 闪电般变换几个法觉 蓝色冰龙轰然爆裂开来 化为一团蓝色云团 其中赫然有不少蓝色符纹 将火海领域拖住了片刻 与此同时 敖风身形一动 化为一道白光 远远离开了金凤婆婆 她朝着周围看去 天庭此刻已经不占上风 顿时面露犹豫之色 就在此刻 她神色微变 似乎看到了什么 目的已经达到 撤退 敖风豁然转头 大喝一声 天庭之人听到声音 纷纷停下攻势 迅速脱离战场 朝着那几艘战舰飞去 迅速飞入战舰之中 那些与赵灵龙等人交战的神境 在其余人退走后 也纷纷施展手段 脱离了战团 不过却并未立刻退走 而是聚集到了敖风身边 他们行动迅极熟练 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似乎早已演练了很多次 不到几个呼吸 凤一城之上已经看不到一个天庭之人 天凤一族一方乍见此井 顿时愣住 几艘战舰上鸣刻的符纹亮起各色光芒 阵法运转 迅极无比地朝着远处飞驰而去 敖风等神经大能也都脱离战场 紧随着几艘战舰朝着远处飞射而去 追 一个天凤长老大喝一声 便要紧追而去 等一下 那战舰的速度 圣接后辈们追不上的 但当我们几个追上去 也留不下他们 还是先看看城内情况再说 金凤婆婆眼神一闪 喝道 那个天凤长老闻言 只得停了下来 金凤婆婆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可惜她的领域还仅仅只是一个雏形 否则刚刚也不会让敖风逃掉 这其实是她目前压箱底的杀手锏 本不愿在众人面前施展 可惜形势所逼 务必要速战速决 她也管不了这许多了 诸人很快飞身朝着下面落去 大部分人 则在几人的组织下 飞到城中救火救人 其余神经大能 还有石木等圣接精英弟子 则来到一旁 钟秀此刻注意到了石木 脸上露出喜色 石木与其对视一眼 眼中浮现出一丝柔情 那些天庭之人怎么回事 为何会突然出现 金凤婆婆朝着城内看去 脸色难看无比 问道 金凤长老 你们前去七峡岛营救三位组长的同时 我们便回到了凤一城这里 结果没过多久 城外突然出现了不少天庭的战舰 并开始围攻城池 整夫人说道 之前没有丝毫征兆 传送大殿那里呢 金凤婆婆问道 没有 看起来似乎早就埋伏在附近 否则不至于行动如此迅速 整夫人摇了摇头道 金凤婆婆眼神闪烁 漠然无语 金凤长老 你们不是去营救三位组长吗 他们三位人呢 另一个天凤族长老问道 哼 什么营救三位组长 我们被骗了 三位组长根本不在七峡岛 我们到了那里 被引入一个大阵 费了一番功夫 才破阵而出 然后急忙赶回来了 金凤婆婆沉声喝道 被骗了 你是说赵具说谎 整夫人一正 脸上露出不敢相信的神情 没错 那赵具线如今人在哪里 老婆子有很多事情 要好好问问她 金凤婆婆力声喝道 那金色火凤 已经重新化为拐杖 被她握在手中 狠狠顿了一下地面 整夫人等人互望一眼 脸上都露出茫然之色 刚刚一片混乱 哪有人还有心思去管赵具在哪里 丙金凤老祖 赵具长老之前受了伤 回到凤一城后便到内城休养 此刻应该在圣火坛 赵玄机开口说道 金凤婆婆冷哼一声 身形一晃 如电般朝着内城飞去 众人急忙赶上 拾目目光一闪 也跟随而去 一行人转眼间便到了内城 来到一座赤红色大殿建筑前 大殿大门敞开 里面空荡荡的 哪有半个人影 众人眼见此景 脸色巨湿一变 看来这赵具果然是有问题 早就逃走了 整座凤一城内 已感应不到她留下的气息了 金凤婆婆摇了摇头 说道 赵具长老 难道背叛了天凤一族 投靠了天庭 整夫人说道 极有可能 金凤婆婆叹了口气 说道 就在此刻 三道顿光从远处飞射而来 发出宏大的破空锐笑之音 转瞬间到了凤一城半空 顿光一脸 现出三个人影 中间之人 是个一身火红衣袍的中年男子 高挺的鼻梁上 一双细长的单缝眼闪着 令人畏惧的光芒 看起来有几分妖艺之感 左侧一人是个身形魁梧的大汉 面容刚毅 脸上长满了如钢针般的短粗球须 身上穿着一件暗金色铠甲 上面布满了龟甲状的纹路 右侧一人年纪稍大 看起来已经五十岁左右 体态与魁梧大汉相当 却是满头滑发 面容肃然 其身穿一件紫色长袍 上面绣满了金色纹路 看起来相当滑美 三人散发出恐怖宏大的气息 仿佛高山大海一般浩瀚无际 连金凤婆婆都无法与之相比 族长 天凤 地龙 旁规三族之人 纷纷冲天而起 飞到了半空三人身前 躬身行礼 石木等外族之人倒是没有动 不过其中也有不少人认出了这三人 这三人就是 石木看向身旁的书友金 问道 没错 中间那个红袍中年 是天凤一族族长赵印 左侧的魁梧大汉 则是盘归一族族长陆魁中 右侧那个紫袍男子 是地龙一族族长迪燕 书友金木光闪动 口中如此说道 石木闻言 缓缓点头 没有说话 凤一城这里 是怎么回事 半空之中 赵印看着下面的情形 眉头一皱地问道 其神色未变 语气也没有什么波动 但在场之人 都可以听出其中的威严和怒意 此言一出 所有天凤族人 静若寒蝉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我来说吧 是天庭之人出手 他们 金凤婆婆简单将事情的经过 说了一遍 赵倦 赵印眼神一冷 一股狂暴威压 猛然扩散开来 父亲修为稍弱之人 脸色一变 蹬蹬往后退去 脑海一阵空白 险些昏倒 组长 你们三位为何也姗姗来迟 究竟发生了何事 金凤婆婆问道 我们三人和 你们差不多 从前线返回的途中 竟不知不觉间陷入了一个大阵 也花了一段时间才破阵而出 看来天庭是早有预谋 赵印沉声说道 众人心中都很是沉重 好好一个大点 竟然被绞成这般模样 之后的联盟还能达成吗 此事以后再说 先查清楚此战的损伤情况 速速报我 赵印眼神一闪 说道 是 枕夫人连忙答应一声 飞升而去 二位 请 赵印对陆魁中 敌艳说道 此时 这二人的神情 也很是难看 三人都没有说什么 并肩朝着下面一处大殿飞去 第852章 我不同意 凤一城内城 凤严殿 凤严殿乃是天凤族 在城中的主殿 天凤一族议事论点的重要场所 此时 凤严殿内人头传动 嘈杂声四起 里面站着数十人 却全都是三大荒族的主要长老 殿内主座之上 摆着一架赤金雕鸾宝座 赵印端坐骑上 再骑两侧 左右两侧各还摆着 两柄雕花子坛大椅 分别坐着 盘归一族族长陆魁中 及地龙一族族长迪燕 你说什么 方天正站死了 赵印男子寒声问道 他的声音一起 大殿之内顿时安静了下来 骑丙族长 不仅紫金魔牛族的族长站死了 天和百族来赫之人中 还有数位小部族的族长 长老或是弟子 也都在这一战中殒命 此番 我们损失了两位神境初期强者 和百余位圣洁强者 赵珠同工着身子 头颅低垂着禀报道 陆魁中和敌燕文言 面色都变得十分难看 当下药物应是清点战损 抚恤伤员 一定要将此次来参加 庆典的百族之人安顿后 帮助受伤之人尽快恢复 另外 也要加强朱雀星上各个重要所在 以及朱雀星外的监控 防止天庭走狗 趋而复返 赵映面色凝重 开口说道 赵兄 依我之见 我等应当尽快联合百族 趁大家复仇心切 同仇敌开之际 开赴前线重创敌人 庆龟族族长一服短然 开口说道 陆兄复仇心切我能理解 但由于此事一出 只怕百族之中不少家族 对我三大荒族的信心有所缺失 恐怕再将其聚合起来了 就没那么容易了 帝龙族族长迪燕却不认同 这般说道 就在这时 紧闭着的殿门忽然被推开 赵朱铭一脸急色地走了进来 禀告族长 此经魔牛一族族长战死之后 其孙方策 执掌族长信武 盛怒之下 已经带着族人撤回本族去了 并放言 不会再跟随我们三大荒族了 赵朱铭朝 赵映失了一礼说道 其此言一出 大殿之内 顿时响起了一阵嘈杂之声 此番召开圣女寄人大殿的初衷 便是联合百族 结果却因我等物中敌人阴谋 导致百族蒙受损失 也实在怨不得他们 且先将如今的局势 稳定下来再说 赵映叹了一口气说道 站在一旁的赵玲珑眉头紧簇 似乎有话要说 却又说不出口 显得有几分犹豫 但最终此女还是越重而出 开口说道 启禀族长 圣女继任一事应故暂停 此事是观天凤一族兴衰 又能提振士气 是否应尽快将典礼进行完 此事还是暂缓一段时间再说 当下应以稳定天和星域局势为主 此番天庭对朱雀城突然发难 只怕前线战事也要生变 还需要尽快布置人手解决 暂时是无暇继续典礼了 赵映听得此言 眉头微促地说道 其话音未落 就见一名长老 又急冲冲地推开店门 跑了进来 启禀族长 前线来报 称谷蛮族突然增兵一倍 朝我防线压来 守军压力巨大 请求支援 那人一进门 立即俯身说道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赵兄 依老夫来看 此时应该尽快号令 各族组长和长老 回归自己本族 稳定族群 并抽掉强者 去补充前线战力 敌眼目光凝重 如此说道 敌兄所言甚是 就按敌兄所说的去办吧 我们天风一族全力支持 赵映点了点头道 组长 此番圣女接人大点 虽然未能办成 但之前的鄙视中 倒是涌现出了一批实力不俗的后辈 我们加以培养之后 定能当大用 金凤婆婆开口说道 启禀族长 之前鄙视中 已经选出了圣女的双修伴侣 属下认为 应当尽快为两人完婚 并及早让两人 开始休息阴阳完凤秘书 这样一来 一方面可以 飞速提升两人实力 另一方面 也能与弥天巨猿一族 结成联盟 获得他们的支持 未等赵映开口 赵珠明又出言补充道 圣女尚未接任 便进行此事 怕是有些不妥吧 整夫人有些担忧地说道 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 圣女如今修为也真挚圆满 若能以阴阳鸾凤秘书辅之 或许能够更进一步 直接跨入神境行列 这对天凤一族 乃至整个天河妖族来说 也都是一大助力 赵珠明立即说道 赵映听罢 面上浮现出沉吟之色 似乎陷入了沉思中 据我所知 这石墓虽是代表 弥天巨猿一族 却只是一人来此 并无弥天巨猿其他族人随行 他的身份是不是还有些存疑啊 这时 庆龟族族长陆奎忠 却突然开口说道 石墓来时 身上既有弥天巨猿一族长老令牌 又有白元老祖血脉 且带来了当年天凤族 与弥天巨猿结盟的姓武涅槃凤差 相信其身份并无什么问题 况且 此次事变之中 他还曾立下过大功 赵珠明为石墓申辩道 即使如此 石墓身为人族 身上的白元老祖血脉也颇为不纯 其身份 也恐怕难以与圣女相匹配吧 陆奎忠继续说道 依老夫之见 圣女的确应当与妖族优秀青年结合 不过这毕竟是贵族族中之事 还需赵兄自行决断 狄焰目光一向赵映 开口说道 赵映眉头微醋 半晌之后开口说道 带石墓和灵秀那丫头来这殿中 我要亲自见见他们 是 赵明应了一声 便转身出了大殿 片刻之后 石墓两人便都被带到了大殿中 在见过礼之后 忠秀便被赵玲珑拉到了身边 石墓则依旧被安排站在大殿正前方 庆龟和地龙两族族长 对石墓人族的身份多有介怀 此刻皆是目光不善地盯着他 故意以强大的威压压迫于他 不过二人出于一些顾虑 倒是都没有释放灵压 若换作一名普通的圣接弟子 同时被天和星域两名实力最盛的神镜存在盯着 即便二人不释放半分灵压 也足以让这人心惊胆寒几乎无法站稳了 然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石墓自圣阶初期开始 便数次与神镜存在交锋 对于这种没有灵压 只是单纯想以气势压人的伎俩 自然根本不会理会 其面对三大神镜 丝毫没有任何畏惧之色 只是面带微笑 不卑不亢地望向他们 赵映盯着石墓看了片刻之后 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显然对石墓的表现还算满意 石墓 听周明长老说 此次事变中你立下了不少功劳 赵映开口问道 启禀族长石墓只是恰巧发现了些异常 起到了一些作用而已 当不起什么功劳 石墓坦然说道 没有丝毫作作之色 赵映见状 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之前的比试中 尼利亚百族众位俊秀 获得与秀尔结成伴侣的机会 这倒也是一桩美事 只是此事恐怕不能按照之前预计的进行了 赵映说到这里 停了一下 石墓见此 神色未变也没有答话 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 想必你也看到了 如今凤义承受为在前 天庭已然蠢蠢欲动 天河百族其后 还将面临天庭入侵 你们的事 需要丫后再做打算了 赵映继续说道 石墓注意到 赵映口中所说的是 丫后再做打算 而不是丫后再办 面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忠秀原本以为叫他们二人来此 是要商议如何办理此事 却不成想 是要推演此事 顿时面色一变 大步一跨 就要出来深变 我不同意 还不等忠秀开口 石墓却已经当先开口说道 字字铿腔 竟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语气 此言一出 举座皆经 不知多少年 没有敢如此 与赵映这般说话之人了 大胆 赵玲珑呵斥道 你可知道 你在说什么 赵映面色一寒 冷声问道 石墓 不可当面违逆组长 赵竹铭面色紧张 连忙传音提醒石墓 启禀组长 您若是因为战事要压后 我和秀儿的婚事 石墓绝无怨言 可您若因别的原因 想要返回此事 那石墓决然不能同意 石墓神色不变 坚决说道 石墓 你一介人族 血脉层次与圣女所差甚远 应当有些自知之明 你若放弃 我三大族自会给你足够补偿 陆魁中目光挟视着石墓 这般说道 石墓 我看你资质实力皆是不错 若得我三大族大力相助 百年之内跨入神境 也未不可呀 迪燕则是面露笑意 寻寻善诱地说道 赵印见此 面上露出一丝不快神色 却也没有说些什么 多谢二位族长美意 此等好事 还是留给你们各自族中的翘楚吧 石墓受用不起 至于秀儿 只能嫁给我石墓 做我石墓的妻子 其他人想都别想 石墓目光 从三大族长身上扫过 朗生说道 赵印见此 眼神中非但没有恼怒之色 反而浮现出一丝欣赏神色 钟秀更是听得脸颊一红 心似鹿状 我石墓身为弥天巨猿一族代表 又是白云老祖传人 彼世之中 平实力夺得第一 且和秀儿情投意合 我俩结合在一起 合理合法合情 你们凭什么阻挠 石墓朗生智问道 被石墓这么一问 庆归地龙两族族长 也顿时愣住了 半天说不出话来 第853章 久别重逢 石墓 你不要误会两位族长的意思 其实我对你十分欣赏 只是心中尚存一个顾虑 赵印如此说道 敢问赵族长 适合顾虑 石墓问道 你体内虽继承了白云老祖的精血 但体内的弥天巨猿一族血脉 或许是尚未觉醒 亦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有些微薄 若你与秀儿结合 共修阴阳鸿风秘书 恐怕对他的注意有限 所以我等才会有此疑虑 但你若能尽快觉醒 弥天巨猿一族的血脉 便可立即与灵秀成婚 赵印说道 石墓闻言 微微一正 暂时沉默了下来 就在此时 其耳边传来了赵诸鸣的传音 石墓 族长也有他的难处 不能完全罔顾另外两族族长意见 毕竟他们身后 还有不少天河种族 此时强征无用 还是日后再做打算吧 石墓听罢 沉吟了片刻 才重新开口说道 好 既然如此 希望到时候 你们不会再有任何别的意见 那是自然 赵印印道 石墓点了点头 朝忠秀所在方向看了一眼 正好与此女对视 随后他便在赵诸鸣的示意下 站在了一旁 此事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去的时间 赵印与其余两名组长 又对此次天庭入侵之事 和后续打算做了一番讨论 这才让众人退去 从凤岩殿出来 石墓和书有金等 比市民次靠前的百足子弟一样 在侍从的指引下 被安排在了凤一城内城的一处偏殿群落 傍晚 石墓带着采尔回到了天凤族安排的住所 刚一进门 采尔便看到了房间内的圆桌上 一盘盘鲜美的瓜果和糕点 其双目一亮 连忙从石墓的尖头飞落下来 冲到圆桌上大块朵移起来 石头 这天凤族还算够意思 有这么多好吃的 采尔一边吃着 一边含糊地叫道 你这吃货 那么多灵财都下肚了 还看得上这些瓜果糕点 石墓见此 笑骂道 石头 这你说的就不对了 灵财有灵财的优点 瓜果也有瓜果的益处 只要有的吃 俺一向是来者不惧的 况且 灵财吃多了 还是蛮怀念寻常瓜果的滋味的 采尔停了下来 一本正经地说道 吃吧吃吧 你这家伙 一会儿我再给你加个餐 石墓笑着说道 加餐 加什么餐 采尔一听 立即来了兴趣 晚上你帮我避开天凤族的监视 找到秀儿的所在 我就给你一颗仙品灵石如何 石墓问道 哦 你是要去找媳妇了 那你干嘛不光明正大的去呢 采尔疑惑问道 天凤族那些长老们 似乎已经发现了 我和秀儿关系匪浅 有意将我们分隔开来 今日凤岩殿一试之后 我便想见秀儿 他却已经被带回了内城 石墓说道 哼 这些讨厌的家伙 采尔双翅插腰 愤愤不平道 我们所处的这片区域 和凤岩殿 以及凤岩殿后方的 天凤族核心地带 还有着相当远的一段距离 而我们来此处时 我沿途已经观察过了 路上每个百丈 便有一处港哨 其间还夹杂着一些 隐藏起来的暗哨 防卫很是严密 石墓沉声道 有暗在 这些都是小问题 你就放心吧 采尔拍拍胸脯说道 那就拜托了 石墓笑了笑 抛出一颗鲜品零食给采尔 然后转身走到床边 坐了下来 采尔接下零食之后 张口吞下一颗 眼中立即露出满足的神色 额头处的羽毛 散发出一抹光辉 后半夜 月影渐渐吸血 石墓半闭着的眼睛睁了开来 探手拍了拍 窝在他身边熟睡的采尔 起来了 我们要出发了 石墓说道 采尔睡得很沉 嘴里咕弄了几下 却没有醒来 石墓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把抓起采尔 静止将它扔到了肩膀上 一人一鸟 从房间中摸了出来 亲眼上门 一纵身 便窜入了房屋的阴影之中 石墓手上法觉掐动 名水绝化出的一层水墓 立即浮下出 将它和采尔 全都笼罩了进去 石头 好吃 真好吃 采尔还在睡梦中 巴搭着嘴一遇到 石墓立即捂住了 他的嘴巴 赏了他一个暴力 嗯 采尔大声呼痛 嘴巴却被捂着 只能含糊不清地叫道 不过这一下 他也彻底醒了过来 快看看 我们应该怎么走 石墓目光在夜色中左右探寻 开口问道 哼 你不是厉害吗 你一人一个暴力 把他们打晕了不就行了 采尔没好气地叫道 石墓没有理会 也不废话 直接取出树莓极品零食 摆在了采尔面前 刚才还一副气鼓鼓模样的采尔 鸟脸立即一变 眼睛中闪出的光芒 比零食还亮 走这边 采尔三下五除二地 将零食一扫而尽 而后飞升而起 目光四下一扫 片刻后 石墓耳边响起了采尔的声音 石头 随我来 石墓听罢 无声无息地 沿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 在采尔的指引之下 石墓一路避开了所有民港暗哨 很快便越过了凤年殿 来到了天凤族的核心区域 你确定秀尔在那儿 石墓爬在一座经殿的屋脊上 望着十余里外的那处矮山问道 没问题的 钟秀姐姐的气息啊还能弄错 不过 那矮山上似乎有一座姐姐覆盖着 我们一下去就会被发现的 采尔说道 哦 你能找到阵眼吗 石墓问道 能 不过得花点时间 采尔说道 说吧 奇墓中光芒一闪 就在矮山上仔细搜寻起来 不必找阵眼了 那姐姐西北角处 有一道隐藏起来的暗门 我们从那里进去 就不会被发现了 片刻之后 采尔忽然欣喜叫道 石墓听罢 心中也是一喜 身形一跃 纵入高空之中 几个起落便来到了矮山西北角 从那处暗门走了进去 沿着弯弯绕绕的山路 穿过繁密的灌木灵系 石墓很快便来到了山顶 只见在矮山顶部 树木掩映之中 有一座三层高的独栋阁楼 此刻正亮着晕黄的光芒 在阁楼下方 还站着树名天凤族的护卫 一个个双眼圆征 很是精神 石墓早已经感受到了 钟秀的气息 再也按捺不住 身形一闪 便骤然来到了阁楼顶层外 透过纱窗 石墓能看到钟秀的身影 此刻虽一夜深 钟秀却独自一人 坐在梳妆台前 痴痴地望着铜镜 神色有些哀怨 就在这时 他似乎有所绝斑 心中一跳 目光豁然一转 朝着阁楼窗外望去 隔着一夜纱窗 石墓的剪影也映在窗上 钟秀先是一正 继而眼中露出大喜之色 其中夹杂着几分复杂情愫 两人就这样痴痴地 看着对方的影子 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 俺说 你俩就打算这么看一晚上吗 彩儿压低着嗓音说道 钟秀扑斥一笑 起身走了过来 打开了纱窗 石 石大哥 快 快些进来吧 钟秀脸上飞着 两道红霞 煞是好看 石墓微微一愣 便一纵身跃了进去 彩儿在后面黑黑笑着 扇动着翅膀 就想飞进去 却被石墓反手带过纱窗 挡在了外面 彩儿 你在外面放风 石墓说道 石头 你重色轻有 见色忘义 彩儿不满地叫着 却不敢扬声 石大哥 钟秀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没关系的 石墓笑了笑说道 两人围着圆桌坐下 彼此对视 却是一阵沉默 二人虽然心中都实施挂念对方 此刻久别重逢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石大哥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片刻之后 钟秀忽然面露笑意 打破了沉默说道 秀儿 当日一别 没想到至今才能再见到你 对了 接见那道暗门 难道是你特意留的 石墓问道 钟秀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你这么晚没休闲 就是在等我 石墓接着问道 钟秀脸颊一红 头微微低了下去 却没有否认 万一我没来呢 你就这样做一夜 石墓心中一暖 有些心疼地说道 我相信石大哥 你一定会来的 钟秀突然抬起头来 坚定地说道 石墓听得此话 心中忽然一阵触动 静止起身走到钟秀身边 一把将他拥入了怀中 秀儿 对不起 当年是我没能保护好你 石墓将下巴 搁在钟秀秀发上 满含歉意地说道 别这么说 当年的事情 你根本没办法阻止 幸运的是 师父找到了我 将我带回了族中 才能让我活了下来 才能再见到石大哥你 钟秀由衷说道 后来呢 你怎么就成为了 天凤族的新任圣女 石墓问道 师父发现我体内 天凤血脉极为精纯 通过其教授的方法 将血脉彻底觉醒后 我便一直经历宗慈供奉的凤凰圣年洗礼 日夜间培养神性 最终因为我天资和静静 都超出了同辈之人 故而诸位长老和组长决定 将我立为新任圣女 钟秀将这些年来的经历 向石墓娓娓道来 第854章 晶晶言喻 秀儿 这些年你受苦了 石墓一直静心聆听 直到钟秀说完 才长出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说道 那石大哥你呢 你后来是怎么离开了蓝海星 又是如何成为了 弥天巨猿一族的四长老 钟秀仰起头望向石墓 开口问道 我的经历 则有些说来话长了 当年你被带走以后 我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便去了天无商会 石墓一点一滴 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大致跟钟秀讲了一遍 相对于钟秀的经历而言 石墓从离开蓝海星 加入青蓝圣地 到抵抗黑魔族入侵 乃至潜入黎晨宗 探昆仑胜须 最后在天庭阴谋下 青蓝圣地覆灭 辗转来到天和星域的经历 可要曲折离奇得多 纵使钟秀有了心理准备 也在石墓的讲述过程中 不时神色紧张 又有时面露诧异 竟似乎身临其境地 融入了石墓的那些离奇遭遇中一般 时光飞逝 不知不觉间 近两个时辰过去了 就是这样 我便成了弥天巨猿一族的长老 并来到了这里 参加你的接人大典 石墓说道 石大哥 此次大典 虽是为我挑选双修伴侣 我自己却是完全不同意的 只是师父合作人待我不薄 如今局势又颇为不利 我没办法拒绝他们 所以便提出 最终所选之人 必须要胜过我才行 其实 我心里最大的希望 还是石大哥你能来 结果皇天不复 你果真来了 钟秀也是常常输出了一口气 笑着说道 你这傻丫头 那我万一没能来 你又拜给那人 该怎么办 石墓问道 玄机会帮我拖延的 钟秀说道 玄机 你是说 那个天凤族的丫头 石墓一正 是的 我出来这里 人生地不熟 是玄机姐姐对我照顾有加 我当时就打算好了 到时候万一我输了 那就让她 帮我逃出猪雀星 回来海星找你 钟秀点点头 灿然一笑道 石墓听罢 一阵感动 抱着钟秀的手 不由地加紧了几分 钟秀将脸紧贴在石墓胸膛 静静听着 他心脏有力的跳动声 扮上之后 石墓才将钟秀松开 秀儿 石大哥以后 绝对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石墓目光坚定 郑重承诺道 嗯嗯 钟秀欣喜不已 连连点头道 对了 石墓看着钟秀的模样 忽然想起些什么 手掌一番 取出一个翠绿的玉镯 递给了钟秀 这是 这是石大哥 你送我的玉镯 原本一直戴在身上的 前些日子也不知怎么回事就给丢了 我还难过了好长时间 钟秀面露惊讶之色说道 这次可别再丢了 不然石大哥可不一定能再找回来了 石墓拉过钟秀的手 仔细地为他带了上去 石墓心中虽微有疑惑 却没有将此前手镯的事情告诉钟秀 对了 石大哥 秀儿也有样东西 要给你 钟秀突然说道 说吧 只见其一手探入自己的秀口 在秀袋内一阵摸索后 从中拿出了一块赤红色的玉镯 递给了石墓 石墓目光一明 但紧接着 眼中不由地亮起光芒 只见那块玉佩赤红如血 泪里能够看到 丝丝缕缕的金色金线 从中散发出一阵阵炽热气息 竟是一块火属性本源之物 这块金金言玉是我刚回到族中时 族长送给我的 这些年 我一直待在身上 介意蕴养天凤神魂和我的体魄 我听师父说起过 九转玄宫的修炼 需要属性本源之物 我想 这块玉佩石大哥你也一定用得到 钟秀说道 不行 秀儿 此物对你也十分重要 我绝不能要 石墓下意识地拒绝道 石大哥 秀儿早已将你当作夫君 你也说过 要秀儿做你的妻子 难道如今 你还要和我分彼此吗 钟秀眼神颇有忧怨地说道 秀儿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我能感受到 这块金金言玉之中 蕴含着颇为精纯的火之精华 且与你相伴日久 那里早已经吸收了不少你的天缝圣言 你若继续佩戴此物 对你日后修行大有必义 所以我绝不能要 石墓解释道 石大哥 秀儿将此物给你 并非只为你一人考虑 而是为我们两人的将来考虑 只有石大哥 你的实力足够强大 我们才能真正 不受阻碍地在一起 你不也说过 今后再也不会把秀儿弄丢了吗 钟秀由衷说道 我 石墓话还没说出口 就听窗户一阵响动 踩而扑腾着翅膀飞了进来 石头 俺说你还有啥犹豫的 目前 你已经六转大成了 不正需要第七转的火属性本源之物 现在这东西就摆在你眼前 你怎么还要推辞 踩尔急吼吼地说道 不是让你放风的吗 怎么跑进来了 石墓眉头一皱 开口问道 先别说这个 你之前不是说 赵检已经快你一步了 现在不正是追上他的好时机吗 踩尔反问道 好吧 石墓思索片刻之后 下定决心说道 钟秀面上一洗 立即将玉佩递到石墓手中 秀儿 你可知这附近可有什么隐秘所在 我想尽快炼化此物 开始玄弓第七转的修炼 石墓手中紧握着那块玉佩 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火属性本源之力 开口问道 有 我凤一城西南五百里外的炎卓山 是我平日修炼的地方 除了我师父等一干长老 外人不得入内 你可以放心在那里修炼 钟秀说道 事不宜迟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石墓眼中光芒一亮 立即说道 好 你稍等我片刻 我去换一身衣服 钟秀应道 片刻后 两人趁着夜色 潜出了凤一城 一路飞驰 直奔炎卓山 飞行了约莫半个时辰 石墓便遥遥望进了远处天幕之下 有一座巨大的黑色阴影 其顶端之上 还在冒着鼓鼓浓烟 那里便是炎卓山 一座活动频繁的火山 石墓随着钟秀 在靠近山顶的位置 降落了下去 而后又向上走了百鱼杖 来到了火山口处 火山口内四壁焦黑 底下沿江翻腾 一片赤红 其就如同潮水一般 不断涌动着 朝四壁之上拍击而去 建设出赤红的新芒 浩墙的地火热力 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火经破 好久没吃 还蛮想念那个味道的 彩儿站在石墓尖头 探着脑袋 朝火山口里望了几眼 不由说道 石墓无语地笑了笑 目光一向钟秀 开口说道 秀儿 那我便去了 说吧 其身子一转 静止朝火山口中 跳了下去 彩儿见状 连忙从他的肩头 飞了下来 落在了钟秀又肩上 石墓身子下坠 眼看就要落入 滚滚翻腾的赤红岩浆之中时 其身下突然光芒一亮 一道半透明的赤红色光幕 凭空出现 将它拖了起来 悬空坐在半空中 钟秀见状 手掌上光芒一闪 手心中便出现了 一只火红色的玉书 其只有八掌大小 与寻常梳子并无二致 钟秀身子一动 来到了火山口正上方 手中握着那把玉书 轻轻在火山口上空一滑 一道疏密有致的赤红色大网 便凭空出现 覆盖在了火山口上 将石墓的气息 完全遮蔽了起来 做好之后 钟秀才重新落回火山口旁 探着身子朝石墓望去 石墓盘西坐在红色光幕之上 身上已经亮起了阵阵光芒 那枚金金盐玉 就悬浮在其身前 只见石墓口中念念有词 左掌并指如刀 微微抬起 朝着那块金金盐玉上点了下去 呼 一阵无形气浪微微荡起 火山口内的岩浆 立即朝四壁猛地荡去 那块金金盐玉上 亮起道道光芒 开始浮现出 丝丝缕的裂痕 只听咔的一声轻响 金金盐玉上光芒大作 净直碎裂了开来 星星点点的赤色和金色光芒 如同萤火一般 将石墓整个人笼罩了进去 石墓健壮 立即合上双目 手上法觉掐动 口中快速迎送起 玄妙无比的法觉来 伴随着迎送之声 阵阵响起 周围的萤火光芒 像是受到大力牵引一般 朝着石墓的身上冲击而来 全都涌进了石墓体内 啊 石墓浑身透亮 整个人变得如同金纸一般 面上露出痛苦之色 仰天长笑了起来 钟姐姐 石头没事吧 彩儿有些担忧道 没事的 这金金盐玉中 有我的天凤圣年 热力太过霸道 所以石大哥才会这么痛苦 不过相信他能够忍耐过去的 钟秀目光灼灼地说道 其话音刚落 就见石墓身外 忽然浮现出一道金色凤影 围绕着他的身子转了一周 静止将它裹了进去 紧接着 石墓身下的滚滚岩浆 就像是受到了一股奇异力量的吸引 竟然一点点地从中涌动而出 朝着石墓身上流动了过去 指尖倒到岩浆 如同根根粗壮的赤红火绳一般 围绕石墓一圈圈缠绕着 将它包裹了起来 不过片刻 石墓便如同化蝶的蛹一般 被这赤红色的火绳裹成了一个大简 很快 那大简上的光芒 便逐渐暗淡下来 变得漆黑一片 看起来似乎是那些岩浆冷却了下来 变成了黑色的焦炭 不过彩儿很快就发现 在那黑色大简下方 正有一道手臂粗细的赤红光芒 透过附在岩浆上方的红色光幕 流入大简之中 齐正惊讶的时候 就见那黑色大简上再度亮起了光芒 上面均裂开来一道道纹路 从中透出赤热的红芒 眼见那大简如同呼吸一般 一张一池 一颈一慢地亮着光芒 彩儿不由地摇头探道 这下也不知道 石头又得闭关多久 钟秀目光定定地望向石墓 眼中满是期待的神色 第855章 钟秀的决定 时间如缩 流转不止 很快便过去了三年光芸 这期间 钟秀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与彩儿一起 悄然来到这岩浊山 石墓一如三年前一样 身处黑色大简之中 钟秀每一次来到这里 都会坐在火山口旁 与石墓说很多话 也不管他听不听得见 然而这三年以来 那黑色大简 却始终没有打开的迹象 只是按照自己特有的节律 自顾地闪着鸿芒 由于钟秀经常来此处 加上石墓的突然失踪 事情自然瞒不了多久 便引来了族内的注意 甚至有长老前来探查 如此一来 倒使得两人的关系 逐渐在天凤族中传扬了开来 天凤族中之人 对于此事褒贬不一 感慨两人不义者有之 斥责钟秀不识大体者亦有之 总之众说纷纭 不过有赵玲龙在 这些人自然不敢当面多说什么 毕竟此事涉及钟秀 钟秀在族里听得心烦 时间一长 索性直接在火山口附近 开辟了洞府 住了下来 这一日钟秀正在洞府中修炼 却忽然感到身下一阵摇晃 他先是一阵 继而立即飞身出了洞府 直奔火山口处 当钟秀赶到火山口处时 只见火山之中岩浆翻腾 浓烟滚滚 将那黑色大茧都遮掩了进去 钟秀正惊一间 就听火山口内轰隆一声巨响 似是有什么东西炸裂了开来 紧接着 他就看到火山口中 突然荡起一阵进风 呈喇叭状地 向着高空中荡笛而去 直将滚滚浓烟吹散开来 浓烟刚一散开 石木的身影便露了出来 钟秀先是一喜 但紧接着惊呼一声 连盲侧过身 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此时的石木 身上不着思虑 惊悍健兽的体魄完全暴露 其身体上如同刀刻般的线条 在岩浆火光的映衬下 显现出一种 令人心悸的野性之美 只一眼 就看得钟秀心四路状 羞怯不已 其脸上的温度 也开始急剧上升 此时的石木 却似乎还完全沉浸于修炼之中 完全不知自己如今的近况 其胸腹处 一道道赤红火纹凝聚 逐渐浮现出了一只赤红色的小顶图案 这是玄公七 转正欲成形的征兆 就在此时 石木身下的火山口中 却是一芒连连 一团团火红色的明艳 似有灵性一般 从那道赤红色的光木中冲了出来 直奔石木胸膛处的赤红小顶而去 呼的一声响 一团明艳冲入了小顶之中 紧接着 破空之声接连响起 石树团明艳 纷纷冲入石木胸膛 光芒一闪 便隐眉进了她的体内 只见石木周身光芒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竟似乎变得透明了起来 而此时 石木额头之上 也开始浮现出 一颗颗痘大的汗珠 眉头也紧促了起来 显得十分痛苦 钟秀此刻也感受到了 石木身上的异样 正由于要不要去看时 就听到火山口上 传来一声痛苦的叫声 啊 她再顾不得羞怯 立即转头朝石木望去 此时 石木体表在赤色光芒的映照下 竟几乎变得半透明了一般 体内的骨骼和血脉 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 地火灵魄 钟秀看着那一团团明艳 不由惊叫道 地火灵魄 乃是大地火脉之中 孕育而出的一种高级惊魄 其体内蕴含着 极其霸道强烈的火焰之力 此刻却不知阴和 竟全都朝着石木体内汇去 随着地火灵魄的不断汇入 钟秀就看到 在石木的血管之中 一道道赤红色的光芒 正在不断奔腾 并且变得越来越明亮 看起来就仿佛要冲破血管一般 赤红光幕之上光芒频闪 其下方的岩浆也变得躁动不安起来 在火山口内不断翻滚涌动 从中鼓起一个个硕大的气泡 而后又很快炸裂开来 石木的五官几乎已经凝成了一团 它的双目豁然一睁 双瞳之中赤红一片 几乎已经要喷出火焰来 石大哥 钟秀心惊不已 大声呼喊道 石木却似乎听不到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只是牙关紧咬 双目圆睁着 看起来万分痛苦 钟秀看在眼里 心中无比焦急 一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钟姐姐 石头她怎么了 这时 原本已经外出的彩儿 也通过神魂联系 感受到了石木的变化 飞了回来 石大哥的玄弓 本来已经完成了七转 结果在最后关头 不知为何 竟引来了这么多地火灵魄 疯狂的赤焰之力 涌入其体内 使得她体内吸收的火之精华 远远超过了 她本身所能容纳的限额 再这么下去 她恐怕会暴体而亡啊 钟秀眼中已经泛起了泪光 口中焦急说道 那 那怎么办啊 有什么办法能阻止那些地火灵魄 或者有什么办法 将石木体内的火之精华 引导出来吗 彩儿 也是急得团团转 我没有这样的法宝 此时在回族中求救 恐怕也已经来不及了 钟秀带着哭腔说道 那怎么办呀 石头就没救了吗 彩儿也慌了 无措地叫道 倒出来 引导出来 钟秀脸上已经印下了两道泪痕 口中喃喃说道 片刻之后 她突然神色一变 整个人冷静了下来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暗暗地点了点头 自语道 除了此招 别无她法了 什么 钟姐姐 你知道怎么就石头了 彩儿眼中 亮起一丝光芒 欣喜交道 钟秀被这么一问 脸上突然露出羞奶之色 口中说道 为了石大哥 也只能试试了 彩儿 在此期间 需要你为我们护法 我要将这里封禁起来 绝不允许任何一人进来 好的 那石头就交给你了 钟姐姐 彩儿虽然不知道 钟秀要做什么 但还是立即印了下来 钟秀随即手腕一翻 手心之中光芒一闪 取出了一个形如蛋壳般的原型法宝 只见其珠唇倾起 口中不断默默迎送起秘诀来 随着迎送之声响起 那椭圆形的白色蛋壳之上 忽然亮起一道光芒 从中间裂开了一道 参差不齐犬牙交互的裂缝 紧接着 那道裂缝忽然扩大开来 使得那白色蛋壳 便做了两半 变成了两半的白色蛋壳 飞出钟秀的掌心 一上一下悬浮着 越长越大 静置变得如同一座房子一般 其上赤红光芒亮起 表面上浮现出了一道 精美无比的火缝图案 钟秀见状 足下一点 便飞升而起 落在了下面的那半个蛋壳之中 只见其轻轻一挥手 那两道蛋壳 便一上一下地 飞入了火山口中 来到了石木身边 钟秀看着石木球 结在一起面容 心中一阵疼惜 口中轻叫着大石哥 一只手探了过去 朝他的手臂上抓了过去 然而 其手指指端 刚刚碰上石木的身体 便不由地缩了回来 好烫 钟秀惊呼一声 石木此时 身上如同火烧炎灼一般 与炎浆并无什么太大区别 钟秀眼中光芒一亮 手上立即浮现出一片赤红光芒 重新探了过去 握住了石木的手臂 其轻轻一拉 石木的身子 便不由自主地浮空 来到了蛋壳之中 紧接着 钟秀手上法绝呼的一变 悬浮在上方的另一半蛋壳 立即光芒一闪 朝着下半个蛋壳上扣了下来 只听咔的一声轻响 两半蛋壳严丝合缝地合在了一起 将石木和钟秀隔绝了进去 蛋壳刚一合紧 下方岩浆中 已经所剩不多的地火灵魄 在红色光幕附近徘徊一阵后 重新隐没进了岩浆之中 蛋壳之内 石木的身体浮空悬浮着 钟秀就立在他身旁 一脸涂红地望着他 石大哥 你身上的火属性本源之力 在地火灵魄的增持下 实在太过猛烈 只有以合适的容器将其倒出来 才有可能保你无余 秀儿没有这样的法宝 不过 或许秀儿的血脉能够充足这样的容器 为了你 秀儿愿意一事 钟秀口中这般说道 心中却是慌乱不已 其一边说着 一边探手朝自己衣巾之下摸索了过去 石木双木虽然睁开着 却被血色覆盖 也不知道听不听得到钟秀的声音 石大哥 钟秀朱唇轻起 口中喃喃说道 其话音刚落 握着衣巾的那只手便猛地往下一拉 滑得一声清响 钟秀水绿色的衣衫近数滑落 露出大片玲珑剔透的肌肤 一扇退去 钟秀心中不由地浮现出一丝羞耻之感 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胸前的那一片风鱼 羞长的双腿晶莹如玉 此刻却也有些扭捏地交叠在一起 他能感受到 自己此刻脸上火辣辣的温度 却不知不觉地 紧咬住了自己的下唇 只将唇瓣咬出一小船烟红的血液 啊 就在此时 石木的喉头一动 口中再次发出一声痛苦的嘀喝 只见其眼角处 血管已经爆裂开来 一道细小的血线 如同一条蜿蜒的小舌 顺着他的脸颊爬了下来 使其看起来竟有几分争鸣 与此同时 其周身之上也接连琵琶作响 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856章 觉醒 如今的情况 若是任其发展下去 石木恐怕会全身经脉爆裂 即便不死 一身修为恐怕也将去了十之八九 一刻也不能再拖延了 钟秀眼中闪过一丝坚决 身子呼的一下飘浮而上 朝着石木的身上落了下去 可他毕竟也是未经人士的厨子 虽对此事并非一无所知 事到临场 却也有些不知所措 半嗓都不得进入门径 而石木身上的噼啪之声 还在不断作响 情势变得越来越危急 钟秀心骄不已 眼中痘大的泪珠 不由地滚落而下 巴搭一滴晶莹的泪珠 不偏不已地 落在了石木的眼睛之中 石木原本只觉得 身处烈焰地狱一般 眼中什么都看不到 只于下一片血红 精神也已经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突然 他感到眼中一阵清凉 原本充斥眼中的烈焰 似乎都熄灭了几分 那片血红之色 似乎也被化开了几分 朦朦胧胧之际 他就看到 眼前似乎正有一道 晶莹剔透的躯体 看起来是那么娇柔 那么美好 又是那么诱人 他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 努力聚了聚精神 让眼前的画面 变得清晰了几分 只见眼前之人凤母微红 穷鼻微挺 凌唇上亮着一道妖异的烟红 而其绝美的容颜上 眩显玉气 一副半是懊恼 半是难过的神色 看起来竟有几分可爱 也有几分亲切 秀儿 石木认出了眼前之人 口中艰难地叫了一声 忠秀听到这一声呼唤 心中一喜 立即俯身而下 一双洁白无瑕的双臂 将石木拥在怀中 石木只觉得 胸前一片丰润 仿佛陷入了容眠之中 和不同 石木却也说不出来 他只知道自己此时 只想紧紧地抱着忠秀 将他拉进自己的身体 融入到自己的身体中去 忠秀也感受到了 石木身上的变化 心中更是羞怯不已 却也不知道如何去迎合他 只是任由石木 将自己紧紧地固在怀里 石木的呼吸 变得越来越粗重 双手也不由地 在忠秀的肌肤上 下游走起来 每一次接触 都伴随着 忠秀身躯的一阵颤动 他的肌肤上 也开始阴晕出 令人迷醉的驼红之色 呼吸也一点点地 变得粗重起来 在石木进入 忠秀身体的一瞬间 忠秀忍不住口中 发出一声尖叫 在其身后 一道赤金色的天缝须影 跃然飞出 做出鸣笑之姿 绕着他的身体旋转三周 静直冲入了石木体内 石木双目豁然一睁 眼中的血色尽数褪去 双瞳也被染成了赤金之色 在其机表之下 血管内奔涌的红色光芒 势头依旧不减 却不再是之前那般毫无章法 却像是受到了某种引导 按着某一固定的方向 循环奔腾起来 这一刻 他感到自己 和忠秀的身体连结在了一起 他们的血液 似乎不再只是 在自己的脉管中循环 而是连通了彼此的身体 在两人的体内 共同循环起来 石木能够感受到 忠秀体内那特殊的血液 正在一遍遍地 冲刷着他的身躯 他的血脉之中 正有星星点点的光芒 逐渐亮了起来 一点 两点 三点 星星之火 终可燎原 终于 石木体内亮起了 无数的金色光点 他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 在他的脉管里 疯狂地奔腾起来 一遍遍地冲击 拓宽着他的脉络 一点点轻润着他的机体 他感到自己的身体 似乎燃烧了起来 身体上所有的血肉 都在经历着 熔炉锻造般的炙烤和锤炼 那种疼痛中 还夹杂着一丝欢愉 红龙 严卓山上空天气晴朗 此时却响起一声汗地惊雷 惊得踩而慌忙 逃开数十丈 紧接着 一道巨大的猿猴虚影 和一道天凤虚影 从火山口中轰然冲出 静止冲入了九天层云之中 化作两道流光消散开来 在最初的疼痛之后 石木两人的起伏 也变得越来越和谐 随着两个人渐渐步入家境 之后的一切都变得水到去成 自然而然了 钟秀在石木身上 一下一下地颠簸着 一手挽着石木的驳梗 另一只手轻捂着自己的嘴 却还是抑制不住 那如同鹰蹄般的美妙声响 石木的灵台 已经逐渐恢复了清明 他能感受到 自己血脉中的灼热火力 已经有许多都流入了 钟秀的体内 只有小腹处的那团火 却是越发炽热 秀儿 秀儿 石木口中不断叫着钟秀的名字 双手捧起他的脸颊 深情地稳了下去 一场云语消歇之后 石木已经彻底恢复了过来 此刻他只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 而那种力量的来源 却似乎是他的血脉 在其身旁 不时响起一阵稀疏之声 却是钟秀正背对着他穿着衣服 石木按着钟秀的肩膀 将他扳了过来 钟秀双颊之上 染着两团红蕴 低头看着自己的衣摆 不敢抬头去看石木 石木看着他这副模样 更是喜欢 抬起手掌 拖着他的下巴 将他的头抬了起来 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了一起 秀儿 谢谢你 石木语气真诚地说道 钟秀听到这句话 神色却不由得一案 秀儿 我石木此生 绝不负你 石木正中说道 钟秀听的此话 眼眶却是一阵湿润 重重地点了点头 石木一把将钟秀揽入怀中 两人静静相拥 不再言语 数日之后 一直静静悬浮在火山口中的白色巨蛋 忽然裂开一道缝隙 从中飞出了一道人影 其一带飞舞 周身笼罩在白光之中 却正是石木 飞出蛋壳之外 它却并未停歇 而是静直 冲入了高空之中 只见其身上鼓起一块块巨大的肌肉 皮肤表面长出银白色毛发 身体飞快长大 转眼间化为一头白色巨原 全身散发出强大无比的妖气 其一双金木之中 神光闪闪 从高空之中坠落而下 便如同陨石坠地一般 将整个火山都震荡地猛地一颤 感受到周身血脉肌肉中 蕴含着的巨大力量 已经化身白原的石木 不由地双拳锤地 口中发出一声畅快无比的长笑 石木仰天发出一声长笑 飞身落下 出现在了钟秀身旁 石大哥 你刚才那是 钟秀惊讶问道 那是弥天巨原一族的变身 多亏了你 我终于觉醒了弥天巨原血脉 石木说道 你觉醒了弥天血脉 那我们终于可以 钟秀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 不过粉面乎得一红 低下了头 没错 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澄清 石木哈哈大笑 伸手将钟秀揽进怀里 这一刻 从当初在破庙中与钟秀相遇 来至之后的过往 一幕幕在脑海中飞快闪过 心中更是涌起一股 难以言明对的情绪 母亲 木儿终于能够迎娶 自己最心爱的女子了 其心中暗暗默念叨 钟秀绣着石木身上 强烈的男子气息 紧紧抱住石木 他心神恍惚 嫁给石木是他从小的愿望 现在终于要成为现实 两人相拥良久 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秀儿 我们结成双修伴侣之后 我就要返回弥天巨猿一族 希望你能跟在我身边 一起离开这里 石木看着钟秀的眼睛 说道 我当然想一直和你在一起 只是 钟秀有些欲言又止地说道 只是什么 石木问道 师父和天凤一族的其他人 都对我很好 而且 我现在身份特殊 若和你一起离开 他们恐怕不会同意 钟秀略意迟疑 如此说道 确实 石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钟秀如今的身份 确实是个麻烦 石大哥你放心 你出现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好了 再也不和你分开 我去向族长他们说清楚 放弃圣女的身份 这样我们 就不会分开了 钟秀伸手在石木脸旁上 轻浮了一下 柔声道 石木看着钟秀 心中涌出一股热流 天凤一族圣女地位极高 可以任意调用族内各项资源 对于修炼的注意不言而喻 钟秀为了和她在一起 竟然丝毫也不留恋 秀儿 我们以后永不分离 石木握住钟秀的双手 哎呀 你们这些情话绵绵 俺听的骨头都软了 真是让俺羡慕啊 彩儿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落在附近一块石头上 怪声叫道 钟秀脸上一红 连忙缩回了手 石木眉头皱起 正要说什么 就在此刻她脸色一变 朝着外面看去 石头 俺可不是要打扰你和钟秀姐姐亲热 而是有一件钥匙要告知你 彩儿的声音在她心中响起 石大哥 怎么了 钟秀感觉到石木脸上的些许异样 问道 石木没有回答 身形一晃 便来到了外面 朝着洞外 一块巨石飞射而出 一道黑影 从巨石后飞出 迅疾无比地朝着远处逃去 休想逃 石木大喝一声 一道灿烂火光 从她手中飞出 化为一头赤色火鸟 转瞬间追上了黑影 爆 石木眼神一闪 手中掐绝 低喝一声 轰隆 赤色火鸟猛然爆裂开来 化为一团方圆石鱼杖的火球 将那黑色人影 包裹在了里面 石木眼中浮现出一丝喜色 这是她刚刚参悟出来的 九转玄弓火之力的妙用 今日一用之下 果然厉害 就在此刻 那黑影从火球中飞射而出 似乎丝毫也没有受到影响 石木顿时一正 就在她愣神的一瞬 黑色人影连闪 瞬间到了极远之处 眼看追不上 第八百五十七章 再次推脱 石木望着远处虚空 眉头皱起 身形随之停了下来 此时 忠秀和彩儿 也从后面飞了过来 落在石木身旁 石大哥 那黑影莫非是在偷听我们说话 忠秀神情有些不自然 一想到和石木之间的情话 被外人听到 他脸上便一阵泛红 笑儿 你先不用担心 彩儿 彩儿摇了摇头道 石木点了点头 沉默了一下 呼地开口 这个人不是寻常的探子 我们之前见过的 彩儿文言惊讶到 什么时候 之前接风大典时 我们偷偷潜入内城 不是看到过一个黑色人影吗 应该就是此人 石木目光微闪 如此说道 彩儿立刻也想了起来 石大哥 你们在说什么 忠秀看了看彩儿 又将目光移回石木 有些好奇地问道 石木当下简单地将之前 潜入凤一城的事情 说了一遍 此人到底是谁 之前潜入天凤族 现在又来窥探我们 会不会是天庭之人 忠秀秀没皱起 呼地抬头 目前还无法排除 这种可能性 石木脸上闪过一丝 若有所思之色 口中如此说道 算了 这件事以后再说 我们先回凤一城 石木摇了摇头 不再想这些 说道 忠秀点了点头 两人一鸟 朝着凤一城飞去 很快来到了城内 石木原本打算 直接去找族长赵映 严明已经觉醒血脉 忠秀却拦住了他 石大哥 我觉得 还是先和师父商议一下 此事为好 忠秀如此说道 忠秀虽然是天凤一族圣女 但他毕竟是外来之人 还是个人族 和天凤一族其他人 可说没有丝毫血缘关系 不过 他的绝世容颜 早已俘获了很多 天凤一族青年才俊的心 此次招亲大典 却是石木这个 岌岌无名的外族 而且还是人族之人 抱得美人归 天凤一族中 很多人对这个结果 极为不满 这三年来他 为了石木 直接搬到城外居住 陪伴在石木身边 天凤一族很多人 对石木的不满 更是达到顶点 石木此刻去面见族长 谈论两人澄清之事 恐怕会引起不小的麻烦 忠秀心中最重要的 虽然是石木 但是对天凤一族 也很有感情 不希望石木和天凤一族 有很大冲突 也好 石木考虑了一下 点头道 两人化为流光 朝着赵玲珑的住处飞去 很快便来到了一处大殿之外 大殿之上悬挂着一块匾额 上面写着明念殿三的大字 石木眼神一闪 当初他偷偷潜入过这里 他踏前一步 正要扬声拜访 大殿大门呼地打开 一个有些冷淡的声音响起 正是赵玲珑 你们两个进来吧 石木眉梢一条 和钟秀走了进去 赵玲珑坐在大殿的一个时宜中 看着两人 似乎一点也不意外二人的出现 而且眼神中有些异样 师父 钟秀朝着赵玲珑行了一礼 赵玲珑长老 石木也拱手行了一礼 你这三年在外面闭关 实力倒是进展不小 已经达到圣接后期 不错 赵玲珑上下打亮石木一眼 说道 赵长老过奖了 石木说道 神情很是平淡 石木 你似乎对我有些敌意 是因为当年的事情吗 赵玲珑默然问道 怎么会 当年我不过是个低阶的小人物 竟然胆敢 和秀儿这个天之娇女在一起 你作为长辈 自然要一下拍死我 还好我命硬 活了下来 石木淡淡笑道 钟秀翘脸微变 连忙轻轻拉了石木一下 赵玲珑静静看着石木 似乎并没有因为 因为石木的话而生气 你说的没错 这世间的法则就是如此 强者自然可以决定弱者的命运 你没有死在我的悬钢经验之下 所以你现在和秀儿在一起 我便没有反对 赵玲珑说道 如此倒是多谢你成全了 石木说道 赵玲珑哼了一声 随即问道 现在你们两人一起过来 有什么事情 石木心念一动 全身白光大放 一个巨猿虚影出现在身后 我现在已经觉醒了 弥天巨猿血脉 按照之前的约定 我打算再近期迎取秀 他说道 赵玲珑看着石木身后的巨猿虚影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没想到 你这么快便觉醒了 弥天巨猿一族的血脉之力 他眼中露出一丝难色 有些吞吐地说道 这 你虽然觉醒了血脉之力 不过你这巨猿虚影 和正宗的弥天巨猿有些差别 而且 气息要弱很多 似乎并不完全 赵长老此话何意 石木眉头一皱 沉声问道 钟秀俏脸 也是一变 心中泛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赵玲珑神情变幻 盈盈有些愧色 不过很快便恢复平静 开口道 很抱歉 石木 你现在不能和秀儿结成道理 这是为何 当初可是你们天凤一族 族长赵映亲口允诺 只要我觉醒血脉之力 便能引取秀 难道你们想要出尔反尔 石木心中大怒 不过他竭力克制 没有表露出来 钟秀脸色也一下变得苍白 我们并非是要出尔反尔 现在外面的局势 你也清楚 天庭在前线 集结了越来越多的兵力 近期似乎要发动 大规模的行动 族中为了应对 已经竭尽全力 根本无暇他顾 哪有时间给你们两人 举办双修大典 一个声音响起 大典中虚空一闪 赵珠彤的身影 浮下出 冷冷说道 石木转头看向赵珠彤 眼中冷芒一闪 那简单举行 一下也行 这些外表的东西 石某也不讲究 他淡淡说道 哼 我族圣女身份何等尊贵 双修大典岂能马获 你这区区人族懂什么 赵珠彤吃笑一声 眼中满是不屑 石木勃然大怒 身上赤色火焰陡然大胜 一股可怖的气息 从他身上 猛然爆发而出 整个大殿隆隆 颤抖起来 地面裂开了一道道 巨大缝隙 他脚边的地面 仿佛软泥一般轻易融化 石木看向赵珠彤 眼中射出两道冷光 手边金光闪烁 他此刻修为 进阶到圣街后期 又觉醒了 弥天巨猿血脉 石力再次大进 祭出翻天棍的话 这赵珠彤 未必承受得住 赵珠彤脸色大变 仿佛被一头 洪荒凶兽盯住 下一刻 便会被一口吞下 他全身汗毛惊炸了起来 忍不住退了一步 石木倒有息怒 此事并非赵珠彤 掌老口中所言那样 虚空一闪 一个人影 出现在石木和赵珠彤之间 却是赵珠彤 石大哥 忠秀也拉住了石木的手 石木眼神一闪 缓缓收敛身上的气息 赵玲珠看着石木 神情震惊无比 刚刚那一瞬间 爆发出来的气势 远远超过了他 几乎堪比神境中期的大能 他清晰了一口气 眼去眼中震惊 深深看着石木 只觉得无论如何也看不透 眼前这个青年身上迷雾重重 不知隐藏了多少实力 石木 这里是我天风一族的地方 你竟敢再次撒眼 莫非要和我天风一族为敌 赵珠彤刚刚被石木镇住 此刻反应过来 羞怒焦急地喝道 石木冷冷一笑 懒得搭理此人 目光看向赵珠明 石木道友 关于你和圣女的双修大典 族里几个长老经过商议 决定还是推迟一些举办 一来是天庭之人紧闭 实在抽不出人手 二来是组长决定 尽期让圣女进入本族秘境闭关 尽快修炼到神境 好对抗天庭 赵珠明说道 钟秀听闻此话 脸色一变 石木眉头皱起 眼神闪烁 还有 老夫近日收到消息 天庭似乎打算 对弥天巨猿一族有所行动 相信在这个情形下 石木道友也没有心思 举办双修大典吧 赵珠明继续说道 没错 你们也不必着急 只需等眼前的形势应付过去 我便立刻联络 弥天巨猿一族的白浦长老 为你们二人举办双修大典 赵玲珠也说道 石木看着眼前的三人 心中冷笑连连 这些人说了这么多 再起看来 都不过是托词而已 他心中对于天凤一族 仅有的一点好感 荡然无存 天凤一族 已经一而再再而三食言 阻止他迎娶钟秀 说白了 根本原因 不过因为他是一个人族 这些所谓的荒谷八族 包括弥天巨猿一族 都是石谷不化之辈 一个个都认为自己 才是这个世界最高贵的血统 丝毫看不起其他种族 石木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 恨不得立刻带着钟秀离开 只是他现在身处天凤一族之中 此刻若是翻脸 他自己一个人 或许可以杀出凤一城 但是带着钟秀就不行了 石列 我需要更强大的石列 石木不禁从心底深处 发出一声怒吼 赵珠鸣三人看着石木 都没有说话 几位长老所言 秀儿明白了 就按照几位所说 先应对天庭 双修大典 以后再举办不迟 钟秀呼地开口说道 秀儿 石木豁然转身 看向钟秀 石大哥 我们名分早已定下 我的心早已在你那里 只是差一个典礼而已 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 钟秀眼中柔光荡漾 他深深看了石木一眼 随后转身 身体化为一道红光 朝着大殿之外飞去 很快消失在了远处 第858章 围攻逐云 石木心中一颤 回首望着钟秀的身影 渐渐消失在天际 不禁有些愣愣出神 半晌 石木才回过神来 转过身 目光冷冷地在赵珠鸣三人身上扫过 既如此 石某也不多留了 告辞 他看了三人一眼 身形一晃 化为一道白光 朝着外城飞去 赵珠鸣与赵玲珑互望了一眼 好一个石木 能够从一个偏僻心欲来到这里 果然不简单 看来此人隐藏了不少实力 赵珠铜冷哼一声 说道 赵玲珑缓缓缓点头 没有说话 哎 组长让我们如此处理此事 也不知是对是错 赵珠鸣叹了口气 身影一晃 也从大殿中消失 石木很快出了内城 来到外城 身形几个起落 落在一处街道上 此刻的他 眉头紧皱 面色有些不太好看 那些天凤一族的家伙 太过分了 说话不算话 就像放屁一样 完全就是小人 采儿怒骂道 石木没有说话 只是缓步朝前走去 石头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采儿看了石木一眼 又问道 石木闻言 脚步一顿地停在了原地 回头看了一眼 内城从这里看起来 沿引于山雾灵侠之中 静静助力 若隐若现 他收回目光 沉默了一下 道 秀儿刚刚突然离开 我有些担心 晚上我们偷偷潜入进去 我要问清楚 好 采儿用力点头 先找个地方住下来 石木朝着前面走去 找了一家客栈住下 迷阳星域 天影星 黎晨宗阳疾风主殿内 一身青涩如山的神徒男 手中轻摇着雨扇 眉雨微醋 目光透过殿门摇摇望向远处的天空 在其身旁正站着一个身穿八卦道服 须发揭白的青瘦老者 手掌微微振动着 显得有些焦虑 圣主 此番进攻竹云剑派之事重打 让西门关主来独挑大梁 会不会有些草率了 毕竟他的年纪实在太轻 属下不得不感到忧心啊 青瘦老者 走进深途南一步 开口说道 殷长老 此次让西门雪带队征讨竹云 并非是我的意思 此事你就不用多问了 而他如今已经的船枪太神将一波 实力也早已经经非昔比了 况且 此次还有古蛮族大军前来压阵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深途南与善清摇 开口说道 若是如此 倒的确可保无虞 只是穆千诀毕竟是神境存在 宁不出马会不会 殷长老的话未说完 便被深途南打断了 上面这么安排自有用意 我们也不必费心去揣夺了 此刻他们 应该已经公之木千诀的老巢了 尽带消息传回来吧 深途南目光依旧投向天空 口中这般说道 剑林心外 漆黑的天幕之中 不时响起阵阵巨大的轰鸣声 一道道电光火花 不时在星空中炸裂开来 星海之中 数百艘浮空战舰组成的一支庞大的舰队 呈半环状 将另一支规模较小的舰队 包围在了当中 这支规模较小的舰队 仅有百余艘战舰 且全都伤痕遍布 状况十分凄惨 只见正中一艘相对完好的战舰上 凌空飞出一个身形高瘦的白衣中年人 其五官颇为清奇 几两艇的笔直 背后斜背着一柄青色长剑 此人并非他人 却正是木千诀 其面上满是愤怒之色 目光朝对面的战舰之上扫射过去 深途南那老匹夫呢 为什么不在这里 又去背后搞什么小动作了吗 木千诀怒喝道 木前辈 我家圣主如今要管理的 可不单单是黎晨宗了 几乎这整个迷洋心域 都要由他来主持 可忙得很了 一身道袍的前天观观主 陆阳黎朗声答道 哼 既然深途南那狗贼不在 你们当中是何人主事 木千诀问道 木前辈 有理了 一个清亮美好的声音答道 话音落下 只见一名身穿金色战甲的年轻女子 从舰队之中翩然飞出 亭亭立于当空 冲着木千诀诗了一礼 此人湾眉若带 眉眼如画 肤色雪白 面容更是娇美 合体的金甲上 镌刻着华美无比的花纹 紧紧包裹着她的周身 将其玲珑有致的身材 勾勒得淋漓尽致 你是何人 木千诀冷冷问道 弟子西门雪 乃是黎晨宗礼火官之主 那年轻女子答道 哼 深途南那狗贼 自己不肯来 却叫你这小丫头来送死 不过 这倒也符合她利用他人 来达成木地风格 当年我也是被其利用了 才会去攻打青蓝圣地 看看我竹云剑派如今的情形 和当年的青蓝圣地 何其相似啊 木千诀苦笑着说道 西门雪目光淡然地看着她 没有说话 青蓝一之后 我竹云剑派已经匕首宗门了 你们为何还是不肯放过 木千诀愤怒说道 黎阳心欲三分日久 需要统一起来了 既然青蓝圣地已灭 那你竹云剑派 又怎么能继续存在呢 西门雪玩耳一笑 反问道 木千诀惨然一笑 木光穿过那重重战舰 妄想立于其后的 一个个身形巨大的古蛮族人 开口说道 当年青蓝之事发生时 我就怀疑 这后面有天庭的布局 现在看来 你们果然都是天庭的走狗 前辈 此时再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吗 西门雪秀 眉微挑地说道 罢了 既然败局已定 我也不必以门下弟子的性命 来赋予顽抗 我竹云剑派 愿意归顺天庭 攻其驱使 木千诀叹了一口气 神色黯然地说道 原以为前辈活过这漫长岁月 应当通达世事 看来倒是弟子高看前辈了 我家圣主对前辈的评价 倒是十分重肯 西门雪笑着说道 你这是何意 木千绝面色一寒 开口问道 我家圣主曾说 前辈乃是一个最新见到的猛夫 倒也当真没有说错 时至今日 前辈竟然还这般天真 以为我黎晨宗会放你一条生路 前辈难道不知道 在这迷洋心域中 即使是天庭的走狗 也只要一条就足够了 西门雪摇了摇头 如此说道 哼 好你个黎晨宗 原来是想赶尽杀绝 我木千诀纵横一生 何时怕过谁 既然今日退无可退 那便来领教领 叫你们黎晨宗地高招 只是不知是你们这些 所谓的灌主一起来呢 还是让那些古蛮族的蛮子 来出头呢 木千诀冷哼一声 开口问道 不必劳师动众 弟子一人便足矣 西门雪面上神情不变 开口说道 你的天资的确不错 年纪轻轻便已经是圣洁巅峰了 可要挑战我 恐怕还为时过早了些 木千诀微微一侧身 瞥了西门雪一眼 冷冷说道 诸位同门 在下要独挑木前辈 还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西门雪没有理会木千诀 而是朗声向黎晨宗等人嘱咐道 好好好 既然你要寻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木千诀被西门雪气急 冷笑着说道 说吧 其手臂抬起 往肩膀后面一探 朝背后的青色 长肩握了上去 在其手掌握住 肠剑剑柄的一瞬间 其身前 顿时亮起一层层 如追波竹浪般的浩秒剑影 一股风锐无比 具有磅礴如鸢的宏大剑影 顿时从其身上展露开来 他眼下虽有些看清西门雪 但其身为神境 面临敌人 自然不会真的轻视分毫 枪狼一声锐响 那柄青色长剑骤然出窍 被木千诀握在了手中 只见其一袍呼地 向外翻飞而起 似是有一道无形进风 自他的周身 向着四周吹拂而去 西门雪面无表情地 看着木千诀做完这一切 这才一只白袭手掌 从袖袍中探出 浮空一抓 一柄四刀飞刀四剑飞剑的 金色冰刃 便出现在了其手中 在触及此冰刃的瞬间 西门雪整个人的气势 突然一变 一股无法言喻的凶煞气势 油然而生 其将那冰刃浮空一卷 身前便出现了一道金色圆弧 只听铮铮铮数道声响 其身前的圆弧之上 顿时冒出大片火星 在其身后两侧 几乎同时传来一片惨乎 显然有不少人 被木千诀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无形剑气所伤 当场陨落 西门雪没有回头去看 一双美眸 一动不动地盯着木千诀 木千诀面色凝重 单手一提青色长剑 剑尖直指西门雪 其剑身之上青光阵阵 剑鸣不断 从中透露出 一股昂扬不屈的战意 即 木千诀口中低贺一声 一手剑诀一掐 猛然朝剑柄上一拍 嗷 青色长剑上 顿时响起一声嘹亮龙影 一道青色龙影 立即从中骤然穿出 化为一道青红 朝着西门雪气势汹汹地 飞驰而来 西门雪剑状 手中冰刃豁然提起 朝身前一抛 便浮空 悬在了他的身前 只见其口中念念有词 周身之上金色光芒大作 身上气势顿时暴涨 其两手在身前左右开弓 各划了半道圆弧 最终合并在了一起 猛然朝身前推去 只听嗡的一声响 那金色冰刃猛的一阵 顿时长大百倍 便做一道巨冰 闪着金色光芒 朝着那道青色龙影庄撞了过去 第859章 避而不见 轰隆 一声震撤天地的轰鸣之声响起 星空之中 顿时爆发出一阵灿烂光芒 那柄金色巨冰呼啸着道飞而回 落在了西门雪的手里 大片金色光芒四下溃散 那道青色龙影 也随之消散无形 西门雪见此 目中金光一闪 口中低声默念几句咒语 双指并拢 按在了剑身之上 金色冰刃豁然竖起 就在此时 那溃散的青色龙影中 突然响起无数道破空之声 净化为无数道激进透明的青色剑影 正从中密密麻麻呼啸窜出 如疾风骤雨般朝着西门雪急射而来 这些剑影 几乎将西门雪所有退路封死 西门雪却是不紧不慢的一摧手中法掘 手中金色冰刃猛然一阵 呼拉一道宽达树杖的金色光芒 便从其上延展开来 一阵雨打芭蕉之音响起 那些青色剑影落在金色光芒上 掀起一阵阵涟漫漪 使得金色光芒一阵剧烈颤动 灵光狂闪 也将西门雪打得连连倒退 即便如此 金色光芒却物字没有被攻破 然而此女身后的树艘 占见避之不及 传来咔咔咔的破裂之声 剑身变得伤痕累累 支离破碎 顷刻间便有树艘折戟当场 惨叫连连 那青色龙影 看起来只是一道青光剑影 实则却是暗藏玄机 其周身之上遍布的每一道灵片 皆是一道剑影 全都暗暗积蓄气势 等待碰撞的一瞬间激发开来 威力之大 怕士族能瞬间湮灭一颗普通星球 西门雪稳住身形后 再朝暮千诀望去 眼神中也多了几分凝重之色 其大步向前一胯 胶躯一转 脚下步伐连连错动 手中冰刃不断挥舞起来 随着其速度越来越快 其身影竟突然变得模糊起来 只见其身影呼得一闪 竟然一分为二 便做了两道 紧接着 再一闪 又二分为四 便做了四道 不多时 在穆千诀对面 就已经出现了16个西门雪 其外表一模一样 就连此时的动作 也都整齐滑一 全无二致 穆千诀面色不变 一手捏着剑绝 另一手将青色长剑 横于身前 就在此时 16个西门雪身形 忽然同时移动 朝着四面八方散开 从不同的方位一回兵刃 朝着穆千诀冲了过去 这16道身影排布并非随意 其彼此分散 却又隐隐遥相呼应 进退之间 几乎将穆千诀的所有退路 全都封锁 穆千诀虽目有异色 面色却是丝毫不变 只见其口中冷哼一声 将青色长剑请起 猛地冲天一指 一片灿烂清光 立即从剑身之上荡敌而出 将他身外方圆百丈的范围 全都包裹了进去 蒸蒸蒸 十数道尖锐的碰撞之声 接连响起 西门雪的身影 全都被这层清光 阻隔在了外面 没有一人能将之攻破 突刺进去 这是 领域 陆阳黎等一众黎晨宗之人 纷纷惊呼道 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是神经初期的修为 怎么可能凝结出领域 砍水关灌竹水 无端眼口惊呼道 西门雪的十六道身影 皆被这层清光阻挡了回去 眉宇间虽然也有些许惊讶之色 反应却没有围观之人那么大 目前被当真了得 竟然能够以剑入道 凝结出这堪比领域的剑狱 只是 似乎这剑狱能力很单一 只可作为防护之用吧 卫生说道 是不是只可作为防护 你来试试便可知道了 目前觉面色阴沉 口中如此说道 其话音刚落 手中青色长剑之上 青芒突然一亮 笼罩在其周身之外的清光剑狱上 一阵光芒摇曳 竟然流动了起来 西门雪目光一宁 朝着那片清光之上望去 只见其上光芒流转 显得十分柔和 看起来竟变得如同一片青色湖泊一般 但任谁都不会真的将那片清光 当成温和的湖泊 谁都知道 这内敛得如同水波的清光之中 必然蕴含着极为凶险的见光 不过片刻 那片青色湖泊之中 便开始传出阵阵异响 从中亮起一道道细密的银白色光波 看起来就如同一维尾由于 争先恐后地拥挤在一起 不时从青色湖泊中翻涌而出 目前觉目光 从那些银白色光波中扫尸片刻 手中长剑方向呼得一转 直指身前 青色湖泊顿时如同沸腾起来 之前细小的异响 顿时变成了刀冰香蕉的银腔之声 无数道白色光波 从青色光幕中跃然而出 在星空中 会集成一片宽达百丈的白色光网 铺天盖地地朝着西门雪这边覆盖了过来 西门雪见状 十六道身影之上 光芒同时一亮 纷纷飞身而回 全都背向而立 手中持着冰刃 彼此连结组成了一个圆环状的阵法 从上空看起来 就如同一朵十六般的金色花朵 这边阵型刚一步置好 那边漫天的白色光波 就已经从上方覆盖了下来 静止将西门雪组成的金色花朵 淹没了进去 蒸蒸蒸 一道道连绵不绝的金属碰撞之声 接连响起 只见白光淹没的区域中心 忽然亮起一道璀璨的金色光柱 如同一道金色风暴一般 疯狂地转动着 不断将白光绞杀成碎片 从风暴中心散射出来 黎晨宗大军这边 距离风暴较近 很快就收到了波及 还不快躲开 洛阳离目光一变 赶忙提醒战舰上的黎晨弟子 这每一道白光 俨然都是一道道剑光 不少人一时来不及反应 被这些白光碎片擦身而过 顿时便落得个消惊断骨的下场 金色风暴之中 剑鸣之声不断 无数白色剑光被不断绞碎 却有更多的剑光冲击进来 那些白色剑光 似乎像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一般 源源不断地补充而来 愤然冲进了金色风暴之中 一道道金白向剑的流光 不断朝四面八方席卷开 二者看似僵持 但若是细看之下 却可发现 每一道白色剑光 似都隐隐削弱着金色风暴的威能 凤一城 此刻正值半夜时分 城中万籁俱进 就在此时 一道黑影从客栈中飞出 朝着内城而去 正是石木 现在并非当年大典 内城的防守松懈了很多 石木没有花费多少功夫 便潜伏到了内城深处 钟秀的住处 他知道在何处 很快来到了附近 正要试图潜入 石兄 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石木大惊 豁然转身 只见一个自容绝佳的金袍少女 不知何时站在了他身后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赵玄姬 她的肩膀上 站着那头铜头前鹰 此刻目光不善地望着石木 颇为难得的没有过早 赵姑娘 石木脸色一变 不过立刻平静了下来 石兄可是要去见秀儿妹妹 赵玄姬微微汗手 随后问道 不错 有些事情我要问问他 石木眼神一闪 没有否认 秀儿妹妹早知道你会来 她托我转告你一声 此刻她不会见你 赵玄姬连不轻易地上前几步 口中悠悠地叹了口气 说道 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石木神情一变 问道 并无任何事情发生 秀儿妹妹只是不愿见你而已 她的苦心 相信石兄也能体会一二 她让我转告你 天庭才是当前首要之事 让你先专心对付天庭 赵玄姬停住脚步 一双美目望着石木 如此说道 石木眉头一皱 忠秀的心思 她如何不明白 忠秀是不想石木和天凤一族再起冲突 毕竟天凤一族神经大能有七八个之多 现在的她远不是对手 既然这是秀儿的意思 我明白了 到此 石木朝赵玄姬威一拱手 随后身形一晃 化为一道黑影 朝着外面飞去 赵玄姬看着石木远去 直至其身影消失在视线内 这才身影一晃 如鬼魅般从原地消失无踪 见灵星外 西门雪与穆千诀的交锋 依旧在继续 不过此时 经过了一番僵持后 金色风暴的旋转速度 终于还是减慢了下来 从当中隐隐约约能够看到西门雪的残影 而与此同时 那些看似完全没有尽头的白色剑光 也终于露出了匮乏之际 只见木远角手中剑绝一变 那片原本正欲俯冲而下的白色剑光 呼的方向一转 静直绕过那道金色风暴 朝其后方暴绕了过去 很快 那片白色剑光重新隐没 再度化成了一片青色光幕 其中剑影重重 剑欲重新凝结 而这一次 西门雪却被包裹在了里面 只见金色风暴逐渐减速 最终停了下来 里面的16道身影 此刻脸色都微微有些泛白 显然消耗十分巨大 只见这些身影之上光芒接连闪动 一个接着一个重叠在一起 最终又全都合而为一 以圣接巅峰的实力 在我的竹云渐海之中 能撑这么长时间 这便足以你自傲了 木迁觉这般说到 口气却是十分认真 丝毫没有嘲讽的意思 多谢前辈夸奖 不过弟子的目的是击败前辈 目前来看 显然还不够 西门雪淡然说道 第八百六十章 天河之乱 你现在身处在我的剑狱之中 竟然还有如此心思大放厥词 真不知道该说你勇气可嘉 还真是狂妄自打 木迁觉冷笑一声说道 只见其双手握住剑柄 剑尖倒锤 朝着脚前的虚空中刺了下去 万人山 木迁觉口中低贺一声 周身顿时清光大作 一圈圈强烈的灵力波动 便从其剑尖之上荡敌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西门雪目光低垂 就见自己脚下的虚空之中 灵力剧烈动荡 一道道锋锐无比的剑光 呼得从中探出 万人齐发 朝着她突刺了过来 此女秀眉一挑 手掌立即朝身下暗动了下去 一道金光立即浮下出 结成了一面圆形盾牌 抵在那如同荆棘般的白色光刃之上 争得一声响 西门雪的身子 立即被这些白色光刃 身不由己的冲击 飞到了半空之中 当此女下落之际 就见整个剑狱范围之内 已经全都被这些 突刺而出的剑刃铺满了 丝毫没有落脚之处 并且 这些白色剑刃还在不断上冲 朝着她的身子逼近过来 大有将其千刀万剐之势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西门雪末地将圆盾向前一抛 身子一跃跳到了圆盾之上 踩着她从密集的剑刃上 向前急速滑动着 直冲目千决而去 只见其目光微宁 周身之上金光平闪 金甲之上的精美花纹 周身的气势也暴涨数倍 西门雪手中 那把四刀四剑的古怪冰刃上 也是一阵金光闪烁 上面浮现出一道道古怪的花纹 而在花纹下方 还有一点点血痕 缓缓浮现了出来 西门雪口中低喝一声 手中冰刃一提 双手紧握着 向前猛的一次 直取目千决胸膛 哼 来得好 目千决大喝一声 身形呼的一闪 整个人急射而出 身子与长剑持平 直刺西门雪 只见一清一惊 两道光芒豁然一闪 便骤然对冲在了一起 轰隆 一声剧烈的暴鸣之声响起 两道光芒同时一阵 炸起一片巨大的气浪 直朝四面八方席卷去 只见那一片片如山般的密集剑刃 纷纷断裂开来 烟灭无形 就连青色剑狱 也都无法再继续维持 炸裂了开来 在青色剑狱崩溃的瞬间 两人碰撞带来的气劲 顿时朝着四周冲击而去 两方舰队皆是避之不及 逐云剑派的战舰本就破损严重 这么一撞击就更加凄惨了 有两艘战舰静置不堪重负 从原先的断口处断裂了开来 黎晨宗这边的战舰虽然距离更近 但在晃动的一瞬间 就被站在其后的古蛮族控制住了 反倒没有遭受多少损害 滋滋滋 在战场正中 西门雪的冰刃 正与沐千决的剑剑死相抵 两箱接触的端点上电光环绕 只将周围的空间撕裂出道道裂口 露出里面漆黑无比的空间 西门雪银牙紧咬 脸上通红一片 显得十分吃力 而另一侧的沐千决 则是面无异色 显得要从容很多 神经与圣洁的差距 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你只怕今生也无法跨越了 沐千决一语说罢 眼中光芒一闪 周身气势再度攀升几分 双手猛地向前一推 青色长剑立即突进几分 直将西门雪鸭地倒退了数丈 西门雪眼中露出一丝绝燃之色 朱唇清起 口中默默迎送了一段 灰色无比的法觉 双眼顿时变得通红一片 啊 其口中长鹤一声 周身也都浮现出一层诡异的红光 气势顿时暴涨数倍 颓势顿时一扫 腹又突进了回来 这一下冲击 力道极大 目牵绝手中的青色长剑 顿时被挤压地弯曲了起来 只听争的一声脆响 那柄青色长剑竟然断裂了开来 黎晨宗众人见状 顿时一喜 口中连连呼喉 然而 西门雪自己脸上 却并没有多少喜色 相反的 她的神色看起来 却比之前更加凝重了几分 想不到你竟能将我逼至这种地步 受死吧 目牵绝缘本树井的头发 也散乱了开来 显得有些歇斯底里 口中疯狂叫道 只见其胸腹处 忽然亮起了一道白光 身形也变得模糊起来 最终竟完全被白光吞没了进去 目牵绝的身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柄巨大的白色光剑 其不论是气势还是锋锐程度 都比之前不止强上了百倍 西门雪哪里抵挡得住这等冲击 一阵剑光闪过 她的周身便立即破开了 无数道细小的口子 一丝丝鲜红的血液 立即从中流淌而出 西门雪脸上浮现出一丝痛苦之色 血红的双目之中 突然亮起一阵金光 这道金光方一亮起 其面上痛苦之色全然消失 变得一片冷漠 就连其身上的气息 也变得截然不同起来 此时的西门雪看起来 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 只见其周身之上金光缭绕 浮现出了一个高大的金甲虚影 将其整个包裹了起来 那金甲虚影取而代之 紧紧握住了西门雪手中的金色冰刃 一刹那间 那金色冰刃之上 顿时亮起了无比灿烂的金光 竟直将目牵绝化成的白色光剑 吞没了进去 轰隆 一声震撤天地的巨大轰鸣之声响起 白色光剑轰然炸裂了开来 碎裂成了无数片 化为了点点星芒 消散了开来 西门雪的身子也是突然一软 周身光芒尽数消散 被黎晨宗长老接回了战舰 圣主 竹云剑派残余的弟子 一个个歇斯底里的嚎叫起来 奋不顾身地朝着黎晨宗这边杀了过来 陆阳里冷哼一声 大手一挥 冷声道 杀 一个不留 黎晨宗战舰之上顿时飞出无数道身影 直接将竹云剑派残布 吞没了进去 凤一城 外城街道上 人影一闪 石木的身影浮现出 石头 忠秀姐姐 怎么突然对你避而不见了 彩儿看了她一眼 问道 她也是为我着想 石木说道 这 那忠秀姐姐怎么办 你真的不再去找她了 彩儿又问道 天凤族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天和星域最安全的所在之一 秀儿留在这里 也可赞保无鱼 话说回来 都的确有些担心 弥天巨猿一族 还是先回去再说吧 石木略意沉吟 如此说道 与此同时 死灵见面 一片赤红色的荒芜山脉之上 漫山遍野 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死灵生物 其数量极其庞大 移动速度也非常之快 此时却显然正处在逃亡之中 在其队伍最前端 燕罗一身银色亮甲 手持七宝妙术 站在一头高达百丈的 白骨猛马头颅上 指着一个方向 引领着死灵军团 快速移动着 而在死灵军团周围 却分布着两支规模 远胜于他们的军团 其正从左右两侧包抄而上 朝着死灵大军的前方 合围而去 燕罗身上的银色战甲上 已经有了许多破损之处 脸上气色也显得很不好看 只是其目光却依旧清了 眉头微醋着望着正前方 在那个方向上 那两支围追堵截军团的前锋 已经合兵在了一处 堵住了去路 杀 燕罗手中七宝妙术一挥 冷冷喝道 其身下的白骨猛马 立即速度暴涨 朝着那里冲锋而去 紧随其后 一黑一白两具骷髅 也都飞速冲上 带着身后的大军 冲入了敌方的军阵之中 激烈地厮杀了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 石木便离开客栈 朝着凤翼城外的传送殿而去 公子 快到传送大殿 从前面传来 石木抬头 前面一个大汉 快步走了过来 却是安华 安华 你怎么会在这里 石木有些惊讶 这三年 他在外面闭关修炼 早已和安华等人失去联系 他原以为安华他们 早已离开了朱雀星 在下当初 既然说要追随你 自然在这里等着你 这几年 你的天凤一族闭关 我便一直在凤翼城等你 安华高兴地说道 石木心中有些感动 没想到这安华 对他倒是颇为忠心 好 这几年倒是辛苦你了 方真也在这里吗 他问道 方真凶他 他前一阵子离开了 安华一正 接着说道 石木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方真身份不俗 是紫荆魔牛一族的嫡系后人 自然不会甘心 留在他身边当个侍从 公子这是要离开凤一城 安华问道 我打算先回祖里一趟 石木说道 恕我直言 现在的天和星域 可不比从前 天庭这几年疯狂进攻 现在的天和星域 到处都是战火 各地的传送阵 很多都已经被毁 想要横跨星域 可不容易 安华连忙说道 石木文言一惊 他虽然从各方渠道得知 如今天庭已开始 全面入侵天和星域 却没想到已乱到了这个程度 公子 此刻书公子也在凤一城 他掌握的信息比我多 我们不如先去找他商议一下 找一条安全的路线 安华见石木神色变化 又见一道